齐湘公兄妹畸形的七年之恋 被发现后杀掉妹夫 齐桓公的尊王朗仪 可以说是前五古人 一举成为天下诸侯霸主 但其实 齐桓公之前的齐国更为精彩 及齐湘公的精彩故事 也让齐桓公得以争夺王位 最后成为第一个中原霸主 齐湘公在历史上是以荒淫无度而出名 其中最出名的两件事 是与亲妹妹乱伦 和公然霸占属下妻子 齐湘公何许人也 齐国第十四人国君 历史给他的评论大部分都是贬的 事实上齐湘公确实荒唐 他记仇 荒饮 甚至是男女通斥 早在公元前707年 齐熙公罚纪国 而原因是上面九代的恩怨 齐熙公网上的九代之前 及齐哀公 因当时的纪国国君 在周王面前说了坏话 齐哀公就被主了 这就是纪侯赠之州 周鹏哀公 九代之前的恩怨 并且当时齐国一直想吞并纪国 纪侯才出此下策 这倒是被齐国国君记了九世 并且齐济现在还是亲戚 因为鲁桓公娶了齐熙公的女儿 鲁桓公的姐姐又嫁给济国 不给鲁桓公面子 就是要打 于是正鲁联军来救援 齐熙公的伐济大败而归 但后面到了齐湘公 还是记得九世之前的仇恨灭了几国 除了继承九代前的仇恨 齐湘公不仅记得时间久 并且记得事情还很小 还因为斗鸡之仇杀了郑国国君 当时郑国国内动荡 郑昭公被高去弥杀了 扶持公子威继位 过了没两年 齐湘公要在魏国开诸侯大会 邀请公子威 公子威以为这是齐湘公给面子 当然要去 有人劝他别去 一是齐国父子跟郑昭公关系好 公子威杀了郑昭公登基 二是公子威年轻的时候 跟齐湘公斗鸡 打了齐湘公一顿 公子威不听忌族的劝 代系高去弥附约 但是就因为公子威 没为当年斗鸡打架的事情道歉 齐湘公要杀了公子威 名义上还是为郑昭公报仇 认为公子威篡党夺权 远的可以追溯到九代之前的仇恨 小的可以记得斗鸡之仇 齐湘公当然也不会忘记身边的仇恨 齐湘公有个堂兄弟 叫做公孙无知 在齐西公的时候 齐西公很喜欢这个侄子 所以给的待遇跟太子一样 当时的太子当然是齐湘公 这让齐湘公很不爽 而齐湘公登基后 第一件事就是享了公孙无知的待遇 齐湘公小明桌 儿时经常与一个叫公孙无知的小男孩 私混公孙无知 齐离公侄子及猪儿的数百兄弟 离公很喜欢无知 在衣食住行上给了他很高的待遇 遭到了太子猪儿的不满 于是猪儿一继位 也就是齐湘公立即剥夺了无知 享有的所有特权 无知简直就是从天上落进了大水沟里 吃糠宴菜谁能干 何况是公孙无知 齐湘公才不顾及无知的感受 本就我行我术 由着性子惯了 湘公派大臣连称 管制父去驻守魁秋 说好了今年瓜淑时去 明年瓜淑时替换回来 二人尊命一声就去了 第二年就那个盼了 盼到了瓜子发了牙 盼来了瓜羊绿油油一片 盼来了花谢了瓜淑了 最后瓜羊也枯萎了 没人来替换这哥俩 有人就给齐湘公提了醒 齐湘公一句不允许 回绝了 连称 管制父很生气 就经常和公孙无知来往 捉摸 怎么整到这个言而无信的齐湘公 齐湘公的妹妹名为文江 是春秋时期数一数二的大美女 相传闻 江长的国色天香光彩迷人 回眸一笑足以让男人心愿意满 不仅如此 文江还能歌善舞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吟诗作对意不在话下 早年在湘公还是公子的时候 与妹妹同在王宫一起长大 随着妹妹的逐渐长大 女人的魅力慢慢开始显现出来 生性好色的湘公 看着如花似玉的妹妹 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 况且还是自己的亲妹妹 这种乱伦的刺激 让湘公的肾上腺素疯狂飙升 终于在某一天 烈火点燃了干柴 两具年轻的躯体 突破了伦理和道德的底线 翻云覆雨于王宫之中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 老齐王差点没被气死 无奈匆匆将女儿许配给了鲁国国君 此时的湘公还没即位 既无能力也没有理由违背父王的决定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妹妹远嫁他国 此时的内心是无比的失落 纵然王宫里有无数的女人 可以供他享用 但是与妹妹那份刺激相比 瞬间就觉得索然无味 在女儿文江出嫁的时候 作为父亲的齐熙公 却做了一件月礼的事也很可疑 按照周代的规矩 文江的身份是宫女 及诸侯国国君之女 他嫁的丈夫是相对等的诸侯国的国君 应该由夏清身份的齐国官员为他送嫁 齐国和鲁国身份相当 只要有一个夏清来送文江就可以了 如果文江所嫁的人是周王 那么齐国所有的大臣都要为他送嫁 如果文江要嫁到地位比齐国低的小国 甚至只要一个圣道府来护送就行了 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需要具有国君身份的父亲齐熙公来送嫁 这是非常不合乎礼仪规定的 齐熙公却一直把女儿文江送出了齐国国境 送到了鲁国的患的 太阅礼了 别说诸侯就是大夫或是是等贵族之家有女儿出嫁 主人也不能亲自去送 大概谁也没想到 太子诸侯与妹妹文江的私情 这只是暂时的终止 这个暂时有多久呢 有15年 鲁桓公三年的时候 文江嫁给他 成了鲁夫人鲁桓公18年的时候 这一年的春天 鲁桓公要带西夫人文江外出 就是要到齐国去 当时鲁国有个大夫叫申虚 提出劝阻 说这样做是违反礼法的 那么什么叫做 申虚说 女有家 男有事 无相独也 位置有理 女人有夫家 男人有妻事 不要互相侵卖 这叫有理 也许是申虚知道些什么 所以才会反对鲁桓公带文江一起去齐国 并委婉提醒 但是鲁桓公不听劝阻 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 夏天 鲁桓公终于带谢文江到了齐国 毫不意外乡公赴铜烟 齐乡公和文江又恢复了兄妹乱伦的私情 鲁桓公很快察觉了 于是大怒责备了文江 文江立刻就向自己的哥哥齐乡公告状 齐乡公听了妹妹的话 一怒之下就决定弄死这个妹夫 于是他假装设想礼 招待鲁桓公 等把鲁桓公灌醉了 就让大夫公子彭生送鲁桓公回去 公子彭生扶持着鲁桓公上车 左传写得特别明白 公轰于车 鲁桓公死在了车上 公阳传对这段写得比较具体 基本就是说公子彭生奉了齐乡公之命 谋害了鲁桓公的性命 应该是对鲁桓公的身体施行了暴力 鲁桓公也是杀了自己哥哥鲁颖公继位的 大概没想到自己会死在大九哥齐乡公的手里 这时到这儿还远远没有结束 齐乡公原本可能是觉得杀了鲁桓公既能为妹妹出气 也能让自己和文江的私情得以保持下去 问题是鲁国的国君是一个活人去的齐国 回到鲁国的却是国君的灵鹫 鲁国要跟齐国要一个交代 国君是怎么死的 于是齐乡公就把专为他办这事的公子 彭生杀了给鲁国一个交代 这样一来鲁国暂时平息了愤怒 而对于齐乡公来说是喜游参半 鲁桓公死了 夫人文江自由了 齐乡公可以和妹妹文江 把他们之间的私情保持下去 这是他希望的 也是文江希望的 《诗经》的《棋风》里有一首诗 《载曲》描写鲁道有荡 妻子发息 鲁道有荡 妻子翱翔 问何之水滔滔 鲁国的大道平坦 华丽的马车纵马驰骋 车上乘坐的棋子朝夕往来 这个棋子指谁呢 就是指文江 文江时常往来于齐乳之间 就是指与哥哥齐乡公的私会 左传 《宫阳传》里也有记载 如左传说夫人将是会齐侯于拙 春秋 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呢 书兼也记录下来 是为了揭露他们之间的私情 三传之一的《宫阳传》 比左传用语更严刻 记载说夫人孙于齐 孙童于迅 是指齐将主动出奔于齐 并且不称他僵士 这对文江是一种称谓上和贬损 《宫阳传》的观点认为 齐将参与了杀鲁桓公的行为 正是因为他向齐乡公诬告鲁桓公 所以桓公被杀 齐乡公可以和文江公开往来之后 作为鲁桓公和文江之子的鲁庄公 是什么态度呢 鲁庄公很思念母亲 但他也很无奈 念母就是忘父 但子又不得杀母 而实际上得常出院的齐乡公也不痛快 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阴影 不止齐乡公 整个齐国都摆脱不了这种阴影 从鲁庄公元年到鲁庄公八年 这八年之间 齐乡公和齐将的私会数不胜数 鲁庄公八年的时候 仍然与文江保持乱伦关系的齐乡公 于东十二月游猎于齐国的伯孤 他遇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怪事 遇到大使 使记 说是智 其实一个意思就是说 齐乡公打猎的时候遇上一只大野猪 遇上大野猪不是怪事 让人震惊的是使人立而提 一只大野猪 在齐乡公车前向个人 试得直立起来向着齐乡公啼哭 随齐乡公出行的人都大喊 是公子彭生 就是那个被齐乡公当替罪羊 杀了向鲁国谢罪的公子彭生 这下齐乡公害怕了 吓得从车上摔下去 脚摔伤的鞋也丢了 齐乡公让四人费去给他找鞋 鞋没找到 又惊又怕的齐乡公这下有了出气筒 用鞭子抽四人费 把他打得皮开肉沾浑身是血 然而更大的灾祸还在后面 公孙无知联合齐乡公 身边几个早就对他不满的大臣连称 管制父等人 这也可以理解 因为以齐乡公的性格 对他满意的人应该才是少数 他们趁着齐乡公休息的机会 将齐乡公杀死 十年是公元前686年 齐乡公12年